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技令人激热赞赏的资深演员 廖启志 第兴 一位胃癌 安息处怀 短时间内香港电影圈收入了两位实力派演员 吴孟达和廖启志 的确令人相感 近期在网上很多人都转材料启志在电影《十年本地弹》的经典对白 千万不要习惯了 就是我们有多少人习惯你才会这样 面对今天的社会环境 对于基督徒来说 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首先不要习惯了盲目信服 面对时局和疫情的变幻莫测 法律上增加了不少红线和灰色地带 人心焦躁不安 牵缺平安的社会氛围 很多市民都感受到 新闻和言论自由空间正在收窄 在社交平台和公开的场合出现了 寒淺效应 感怒而不感言 教会作为时代的守望者 更有责任在这个时势 是挺身而出 为了维护公平和公义来发声 而信徒也不应该加入指鹿为马 吹炎附势的行列 当然发声和据理力争 并不代表事事要与政府和权贵对着干 而是不要盲目信服 当看到政府一些政策有问题 例如在限制宗教聚会上 坚决清晰的理据 劏房政策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公平 援助失业措施不能对政下约 选举的民主程度大幅倒退等等 发声并不代表要制造社会的矛盾 相反 要避免因为政策倾斜 而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冲突和不公平 其次 不要习惯人云亦 过去几年的社会运动 其中一个后遗症 令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撕裂 很多人受到本身的政治取态影响 越来越难聆听不同的意见 形成了只问颜色不问是非 非有积敌的荒谬现象 于是敌人所说的一定错 有所做的一定骗 大家仿佛已经失去了对 是非黑白的判断能力 很多时同一件事 只因为做的人是敌人或朋友 大家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出现了事事反政府 或者盲目撑政府的极端现象 两者都是有害无益的 作为基督徒 无论对政府或群众 都应该看得合乎中道 要是其是 非其非 有时要反对群众所需要的勇气 比反对政府可能更大 第三 不要习惯不择手段 过去几年的社会运动 无论政府或群众 都出现了妖魔化对手 美化自己的本来 不合理行为的倾向 只要认为我所支持的目标正确 就会容忍自己的阵营 使用强硬和激进的手段 令矫枉过正 为求目的不择手段 成为了新的常态 就以 掌握暴力手段为例 无论支持 警方或抗争者 都不断以对方先用暴力手段为理由 不断支持自己那边提升暴力的程度 形成了社会的严重撕裂 以及不少人的创伤后遗症 冤冤相报 难以复和 希望大家能够痛定思统 明白 不单目标正确 手段也必须正确 否则只会令自己失去道德上的认受性 以及失去大批本来持中间立场的市民的支持 第四 不要习惯了 互相批斗 作为信徒 经历了这几年的社会撕裂 是时候应该好好反思 究竟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在行事为人的准则 和没有信仰的人 究竟有什么分别 当前的社会严重撕裂 同时人越来越自以为是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人和人之间的尊重和包容 越来越小 有些人一听到 不合自己心意的声音 或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 就用阴谋论来看对方 估对方的动机 而且把自己的推测 当作唯一可能的解释 然后用这个理由 去批判、咒骂、投诉 四处三坡对对方的所谓罪行 广乏就把自己当作 審判者 这种风气是有害无益的 希望大英姐妹能够清楚 已经教导我们 在行事为人的基本原则 不要随意抽一段或几段经文 支持自己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的主张 并且用这个作为辨别 真假信徒的标准 去批判其他 和自己有不同的看法的大英姐妹 最后 不要习惯了 悲观失望 回望过去几年 不需要因为整个世界的疫情 和香港政治环境的变化 心情经历了无数的跌倒 甚至陷入了不同程度的抑郁 是时候我们应该 放弃以世界为中心的人生态度 不要让外在环境的变化 控制了我们的人生目标和方向 正如在关心社会的时候 我们不要因为群众的取态 而迷失自己的方向 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当疫情严重的时候 我们不要只是看到困难 只是担心自己的安逸 而看不到其他人在心灵 和物质上的需要 以及 这才是人最需要福音的时候 当人心惶惶的时候 大家不要忘记 诗篇二十九篇 十到十一节 他说 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座着为王 耶和华座着为王 直到永远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 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 给他的百姓 这个是 纽红方十四章二十七节 主耶稣亲自留给我们的安慰和鼓励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一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我们的平安 不在于外在的环境 而在于我们的内心 在于永恒主的英女 大家不要因为 环境不顺利 而胆怯